台北市政府宣佈 明天才開始 民眾到公有市場買菜 都要掛櫥安 雙手都要消毒 新北市到今天就開始囉 規定團圓 都要掛櫥安 也會看到民眾來配合 我們菜市場不少人出出一集 不過現在這個傳統市場 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價錢冷清 沒什麼人 現在為一個風險 台北市政府宣佈 對施工開始 到公有市場買菜 一路要掛櫥安 我們從好幾年前就戴了 拜託一下 麻煩你戴起來 這樣比較衛生 那都很好啊 這種病情 大家都戴著比較好 我們是坐來到菜市場走一攤 團圓社會才可以說都有掛櫥安 對新政策也很支持 只有遮授的人不掛 還有市府也相信 行程政策只能占對公有市場 也沒辦法強制 直平 所以公有市場 我們全部都要求要 從業人員戴口罩 但是我們對顧客就只能 採用勸導 那如果這個疫情很嚴重 我們就下定說 你沒有戴口罩不僅進入市場 民眾會有自立性 我們會請業者配合勸導 民眾把口罩戴起來 那是新北市一樣 必須要靠消費者 出發掛櫥安 市長侯優儀也選擇 公有市場 雅西亞 跟李柱 國會市場的團圓 現在開始全民都要逛水安 如果沒有醫生安法開放 如果沒有尊重 發掛最多3萬塊去挑 好 好